截至周三 美国已有2911万人感染中共病毒 超过52.8万人死亡 根据疾控中心的数据 截至周二上午 美国已经发放了1.23亿剂中共病毒疫苗 共完成9370万剂的注射 美国政府将增购以亿剂强生公司的单剂疫苗 不过 白宫首席医疗顾问佛奇也表示 尽管疫苗加速普及 美国疫情仍有可能再次严重恶化 英国周三通报5926个确诊病例 当日死亡190人 全国累计423.5万感染 近12.5万人死亡 一项周三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最新研究表明 源自英国的高传染性变种病毒 致病性比以前的病毒株高出30%到100% 法国周三新增病例超过3万 累计感染人数即将突破400万 近9万人死亡 政府发言人阿塔尔表示 巴黎及周边地区的情况依然严峻 重症患者数量达到去年11月份以来的最高值 为了给重症患者腾出空间 当地医院已取消了40%的常规业务 3月9号 巴西再次创下单日死亡人数新高纪录 共1972人死于中共病毒 新增确诊病例超过7万 使全国累计感染人数升至1,112万 268,370人死亡 数据显示 目前巴西最大的15个城市中 重症监护室床位的占用率已经达到90% 许多城市的医疗系统面临崩溃 韩国周日在天两宗接种疫苗后死亡案例 及935起不良反应 7人情况严重 已累计出现15个死亡案例 目前韩国已有近44.7万人 接种了第一剂阿斯利康或辉瑞疫苗 全国累计感染人数达到9.4万 1,648人死亡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7人死亡案例